未来世界 僵尸病毒肆虐 人类还没有来得及研发有效的治疗药物 病毒就已经遍布全球 被感染的人失去意识成为食人僵尸 人类并被灭绝 今天跟小伙伴们说的是一部僵尸片《漠视孤独》 为了躲避僵尸 女主跟随丈夫开车来到森林深处 开始了他们的野外生存 女主的丈夫负责去外面寻找食物 而女主则在避难处照看自己的孩子 有一天女主丈夫在寻找食物的时候 受到了僵尸的袭击死掉了 而不久之后 女主发现自己的孩子身上也起了僵尸痘 女主为了让孩子不受太多的苦楚 绝望地给孩子喝下了安眠药物 森林深处只剩下女主一个人了 为了躲避僵尸的袭击 每次外出获取食物时 女主都会把身上涂满泥巴 因为这样可以掩盖身上的气味 不至于被僵尸发现 为了活下去 她从浮墓里取出一些小虫子 对着百科全书 在森林里寻找那些可以吃的植物 饼干旧小虫 还有树上的果子 可能这就是在野外绝好的美味了吧 可是对女主来说 好像并不是这样 她白天寻找食物 晚上的时候她还要把车涂上泥巴 甚至要靠排泄物来掩盖身上的气味 一个人的生活比恐惧更可怕的应该是孤独了 比孤独更可怕的要算是饥饿了 这天女主淡尽良节 她不得不停而走险外出寻找食物 她再一次将自己身上涂满泥巴 利用玩具电话的声音和自己身上的鲜血来吸引僵尸 然后潜入房子里寻找食物 在她找到食物试图离开时不小心被铁丝网刮伤 这让她洒落了一些食物 等第二天她取回食物时 却发现道路中间有一男一女两个大活人 这让她兴奋不已 因为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是不是还存在活人 女主把他们救回自己的避难所 原来救回的有一个是小女孩 男的则是小女孩的继父 也是本篇的男主 女主非常慷慨地分给他们食物 从此以后每个夜晚女主面临的不再是死寂的孤独 终于有个人可以聊聊天 白话白话家常了 他们白天的时候一起钓鱼聊天 一起开着玩笑 好像忘记了世界末日的到来 晚上的时候男主则和他的女儿睡在帐篷里 而女主则睡在车上 有一次他们下河洗澡的时候 女主和男主的几句玩笑话深深触动了小女孩 也许是对继父的依赖 也可能是他感觉这个世界就剩下一个男人了吧 小女孩的嫉妒越来越强 一天晚上小孩子精心把自己乔装打扮了一番 可是他的继父却进了女主的车里 早上的时候 小女孩走进森林 歇斯里里地向远处大喊引来了僵尸 男主和女主闻声赶到 费了九牛二虎之劲解决掉了僵尸 通过这次事件 男主和女主决定带着小女孩离开 因为只有人类为名 才能让他们长久地生存下去 可是他们逃离之前必须有足够的食物 这又不得不让他们挺而走险 去远处的房子里获取食物 于是男主在外面引出僵尸 而女主和小女孩则进入房间获取食物 在取得食物的时候 小女孩却拿起枪将女主打晕 嫉妒心可以让人失去自我 更能让一个人失去良知 但聪明的女主醒来后 藏进了冰箱躲过了僵尸 而男主和小女孩却被僵尸追逐和围攻 女主赶到后 发现枪里只剩下了一颗子弹 也就是说 她只能救活一个人 男主或者小女孩 这时候 女主想起了自己的孩子 她认为 自己没有做到母亲应尽的责任 孩子才会染上僵尸病毒 也是她最后的决定 结束了孩子的生命 当这种抉择再次来临的时候 她选择了小女孩 而男主却永远地躺在了森林里 最后女主驾车 带着小女孩开出了森林 她们奔向眼方 向着希望的方向 故事的结局给人一种始料未及的感觉 被救活的小女孩 心理上会背负多大的负担呢 作为女主来说 虽然最后她选择了小女孩 但对于男主的死 却又成为她心中永远的痛 希望在找到人类为名后 女主和小女孩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时间也会抚平他们内心所有的伤痛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欢迎小伙伴们在下方一起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 白了白 白了白